今天我們到美國前總統雷根總統的圖書館來參觀 雷根總統一聲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 他也讓民主的浪潮推倒了玻璃圍牆 讓冷戰能夠結束 雷根總統在任的時候 對臺灣主張的六項承諾 到現在都還是美國對臺政策的重要基礎 也奠定了美國跟臺灣之間的關係 非常重要的一項承諾 臺美關係在這幾十年來的發展都能夠穩定 而且能夠穩固 雷根總統任內的貢獻是不可抹滅 我們今天在這個圖書館裡 也看到了他擔任總統期間的各項紀念物品 也他接待客人的地方 在這裡我也要跟各位說明 自由民主確實是臺灣非常重要的價值 我們也信守承諾 在國家利益跟自由民主的原則之下 我們願意來共同促進區域的穩定 跟區域的和平 我們也謹記在心 雷根總統曾經說了一句話 也值得我們來審視 他說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談的 除了我們的自由跟我們的未來 是不可以被妥協的 我相信這也是我們臺灣人在此時此刻的心情 謝謝